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七星大使 我是阿Ben 我是徐小哥 你們知道嗎 經過調查顯示 在台灣每10個人當中 就有兩個人身受 腌下多汗異味問題的困擾 異下的問題其實會遺傳的 父母雙方如果都有異下的問題 遺傳給下一代的機率高達80% 就算只有一方有 遺傳給下一代的機率 也高達50%喔 雖然我們說虎臭不是病 可是在無形之中 卻造成社交上面的危機 知道嗎 我們所謂的大汗線 也就是未到汗線 在青春期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發展完成了 如果父母親在這個時候沒有注意到 有可能會造成我們的孩子 在性格上面很自卑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 一定跟我以前一樣 會選擇用止汗氣 或是用體降膠來解決問題 但是這些產品 都只是暫時能夠幫你解決問題 因為並不能根本 而且你要了解這些產品當中 含有的五元 以及自助肌的化學成分 用足了之後 對健康的醫會產生抑鬱 而且還會產生業下的暗疹問題 肉毒感均速注射 是對於止汗有效 對於味道呢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每四到六個月 就要再補充一次 每次每天還要注射舒適 而且傳統手術 又會因為停留在傳統神經 足斷止汗手術造成的汗水代曹問題 又或者是無臭手術後 隆腸無法自助恢復 會留下永久的發酵問題的確定 現在不用擔心喔 因為全身已經有專門的清心門診 不需要動刀 不需要手術恢復期 就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 永久的幫你解決 夜下毒害 以為的轉到你 現在就預約諮詢 跟我們一起 重擔情形吧